全台唯一供奉宝石珊瑚妈祖的南方澳静安宫 为了庆祝安座六周年 9月19号票遣广场将邀请歌仔戏演出庆祝 另外也有企业家信徒为了还愿 出资邀请了十多名的台语歌手跟相亲同欢 欢迎大家共享盛举 南方澳静安宫拥有全台唯一的宝石珊瑚妈祖 重达600公斤 花费一亿打造而成 在2009年安座至今满六周年 庙方特别举办两天的庆典 9月18号下午两点安排歌仔戏的演出 而重头戏是9月19号晚上七点有艺人联演 由民主持人绷恰恰跟许少顺带领知名艺人到场演出 而庙方表示这是企业家信徒为了还愿 特别出资赞助 希望乡亲也可以一起来参与 这要参与这些选择就是一张五十几金来参与 这当全世界为我找一张来参与这些选择 我看是不可能 所以这也是我们世界第一尊的保障选择合作 那参与后 这次的公党室长他也对当年年年轻人也很关心 特别今年立正法党室长他也去年又会欢 那就是他老母亲身体也很健康 那就是特别又邀请善利超市的庄室来 来参与我们选择合作 来他们老母亲身体也很恐惧 今年六周年习近的外公 我们正人公特别有邀请 我们超级夜总会 这个综艺节目 在帮车车 许孝顺 苗可丽 主持人的董事 这些台义的知名歌手 像蔡小虎 龙千玉 上面都会来到我们现场 来到我们所有的乡亲 来共同来同欢 这些歌手差不多有十几个 像是我们真有名台义的歌手 要邀请我们所有的乡亲事业 在这个拜六 就是我们新的九月十九 不是七点开始 可以来到正人公头前 第三个跟我们说的 共同来参与这个宪会 能放到静安宫邀请乡亲 9月19号晚上一起来参加综艺晚会 不仅庆祝宝石珊瑚妈主的圣诞 也提前度过中秋节 宇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不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